社群跟风 跟到能够造风 你见过了吗 2022年1月21日 麦当劳为了宣传自家鸡块沾酱 在社群上向各大品牌 发出鸡酱法挑战 IKEA也被点名 只思考3秒 IKEA就决定要正面迎击 而且还要闹得满城皆知 短短24小时 IKEA在新店店推出展览 每个商品都有对应的碟字推荐 线上也同步发文 用一篇满满碟字的邀请文 回应麦当劳的挑战 宜家家居新店店店长 欢迎全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来宜家家居新店店店长 碟字展拍拍照流流念打打卡 超狂展览贴文 创造了超过150万次触及 3万次赞 5000次分享 与2800则留言 甚至调出临时品牌乖乖 歌手佳佳 更带起了一波碟字风潮 许多粉砖也纷纷发起了自己的碟字展 各大媒体也迎风而来 报答IKEA碟字展 与麦当劳激将法的超狂互动 也吸引了许多网友 实际到店参观 谁说参与社群活动 不能反客为主 社群跟风 跟到能够造风 你见识到了吧